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3日 云存储公司Drobux正式在纳斯达克证券市场挂牌交易 股票交易代码为DBX 该公司股价以29美元开盘 较21美元的发行价上涨8美元 涨幅为38% 该公司出售3600万股股份 一位消息人士指 此次发行超额认购了25倍 Drobux是去年自Snap之后最大的科技IPO 总计筹集了7.56亿美元 这个定价让该公司的初始市值超过82亿美元 低于2014年四目融资时的100亿美元估值 原本预期定价范围是每股18美元到每股20美元 较该公司早前估计的每股16美元到每股18美元提高了2美元 Drobux成立于2007年 据称拥有5亿注册用户 并在2017年实现了10亿的营收 在2017年净亏损1.1亿美元 比2016年的2.1亿美元亏损减少了1亿美元 Drobux的主要竞争对手 是主营业务同为云存储公司的Box公司 当然还包括苹果 亚马逊和谷歌提供的自家云存储服务 感谢收看华尔街电视新闻 我是主持人沈若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